说说这款游戏啊 名字就不说了 我最早是玩的三大妈版 玩了一下感觉不错 又花100块钱买了Steam版 那时候绝地求生刚开始热起来 后来又免费领取了Epic版 但是没下载 去年这款游戏登录了PS5 除了PS5版 才80港币 那时候我想买 但是没买 现在有点后悔了 为什么后悔呢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我可以继续玩PC版 因为最早先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用的是GTX760两G显存的响卡 后来又换了GTX1066 现在我用RTX2060 我感觉画面和帧率应该更好 但是前两天玩了一下 发现不是想象的那么回事 那个画面呢 现在真是难以接受了 以前我觉得1080P中特效 就已经很不错了 很好了 但是现在2K高特效 这个画面觉得差 这是上一代的东西 或者是上上代的东西 其实这款游戏是PS3末期的游戏了 后来又出了PS4版 现在又出了PS5版本 还带了点光追 其实这两次更新 都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重置 最后双眼者1 也是PS3时代的东西 后来出了PS4版 现在又出了一个PS5版重置版 那可是大刀破斧的改 但是这款游戏并不是 虽然不是大改 但是我现在觉得 这个PS5的画面 要好于目前PC版的画面 很可惜的是 现在这款游戏原价318港币 现在优惠160港币 以前的80港币首发的时候 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买 现在160港币买吗 你们说 最后给大家个建议啊 如果没玩过 想体验一下 现在160港币可以直接买了 如果不着急的同学 有别的游戏玩 还可以再等等 因为现在它已经降到了160港币 估计在未来的某天 还会出现这个价格 甚至更低的价格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J